大家好 今天呢推荐一下我自己用过的 或者正在用的电脑清理工具 说到这个呢 大家脑海中瞬间可以涌现出来各种软件 但无论是赞赏的还是咒骂的 还在第一位的呢 肯定是360 没错 我当初呢还是一名电脑小白的时候 我最信赖的就是他了 电脑装完系统呢 第一时间要把360的全家桶安装上 甚至觉得自带360的系统镜像才是搞打上 然后有事没事 都要用360清理一下垃圾 每天睡觉之前呢杀杀毒才会觉得更健康 后来感觉到我的电脑呢 越来越卡 无意中卸载了360 在那一刹那 我只想以45度角泪流满面 然后仰天长叹 说上无数遍 卧槽 原来这孙子才是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啊 从那以后呢 我断绝了跟360的一切来往 包括无辜的急速浏览器 甚至不愿意跟所有用360的人说话 看着这全家桶的原谅色呢 我选择永远不再原谅他 之后呢 我用上了软煤魔方 一直到现在 虽然看界面呢 总觉得它是360阴魂不散 但至少呢 是个良心吧 作为一款清理工具 它同样结合了好多实用的小工具 比如系统美化 文件处理 美化功能里面呢 又囊括了无数的小功能 比如右键菜单 聚焦壁纸 图标更换 开关机界面等等 清理功能里面呢 我最习惯的是它的磁盘清理 比如我会经常扫描一下 C盘里面的缓存文件 扫描完成呢 我们可以右键 找到它的存放目录 以便于我们查看呢 是否可以删除 毕竟我不是给人家打广告 所以呢 不能光说优点 它最大的操弹之处呢 就是会无意中篡改浏览器的主页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小心呢 软煤魔方呢 有两个版本 如果你觉得常规的完整安装版呢 有些用不到的功能会占用你电脑内存 那你还可以下载完整绿色版 它会把所有的功能呢 全部分开 我们用到哪个点哪个 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过多介绍了 之后我会把它的下载地址呢 放到视频的简介当中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虽然软煤魔方呢 自带卸载工具 但我是从来不用的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 众多大神所推荐的 IoBeat Anis Dollar 看标志呢 就知道IoBeat是一个英国品牌 但是公司在我们四川成都 它也有一个强大的全家桶 但我最常用的呢 还是这个下载工具 我们可以直接从官网进行下载 当然了 这么高大上的软件呢 肯定是需要付费的 它的价值是 唉 有点怀念360啊 不过这种大众的软件呢 有一点好处 就是遍地可以找到特别版 需要的小伙伴呢 可以扫描二维码 或者直接搜索公众号棚上 当你看到熟悉的倪城和Buyci的头像 并且加微认证的这个呢 不要怀疑果断关注 回复卸载获取链接 里面呢有安装方法 不要来问我 否则呢 我就把你拉到裙里面 让大家唾弃你 打开之后呢 一看到这个界面 我就满心欢喜 简单大气 我们先来简单的设置一下 皮肤呢有两款可选 黑白双煞 残留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择自动删除 后面标游Pro字样的呢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这个已经那个什么了 所以是可以用的 好了 我们来体验一下它的效果 为了表达诚意呢 我提前安装了一个360 然后对着电脑骂了它一阵 现在呢 我要卸载它 你可以在主界面这里呢 选择删除 同时可以右键查看它的位置 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对于这种软件呢 无论它躲到天涯海角 我都要弄死它 明人不做暗示 我不像他一样在背地里使坏 我要用一贯的杀人手法 在大面上 右键 直接打卸拔块 没有必要再吐槽了 说了这么多 你也不长进 卸载完成呢 不要着急 它会自动清理注册表等体内不明残留物 现在呢 它就彻底的消失了 它还有一个强大之处 就是当你卸载到一半 或者差个一星半点 电脑呢 关机了 再次开机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操作上次未完成的任务 所以呢 我把电脑交给它是非常放心的 还没有体验过的小伙伴呢 赶紧去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告一段落 下期我会介绍一下 我用到的杀毒软件 和其他两款专业的清理工具 如果喜欢我的暴力分享呢 就请点个关注 我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时刻相伴 你们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也可以加微信或者QQ私聊我 如果有好用或者好玩的软件呢 也可以来我们QQ群 或者公众号论坛与大家交流互动 来日方长惊喜不断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